男士角学员社团连展22号在竹林中学举办 开场就由竹林中学的同学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打击表演 本次共有来自中河南市角地区的各级学校 从大专到国小发挥各自练习成果 带来舞蹈音乐等精彩表演 本校的社团活动每一周都有正常在进行 同学们也是私信杨采 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团 然后我们这次展出的主轴跟重点 就是在打击乐的部分 由我们的音乐老师带领我们的高位的同学 做一个打击乐的表演 还有就是我们的管弦音乐社团 也是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做一个很棒的演出 最后面就是我们竹林的热武社 热武社也是我们国三跟高中部的同学们 利用社团课的时间 以及一些闲暇的时间来做这个表演 我想今天的活动都非常的精彩 也希望也感谢所有各校带来的精彩演出 谢谢 竹林中学校长卢志雄表示 透过连展活动 让大家看到南市角地区的学生们 除了课业表现以外 还有多元的学习成果展现 培养孩子的第二专长 开启斜杠人生 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连展活动里面 让大家可以看到 南市角学园这个特殊的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学园 我们是由小学到中学到大专院校所共同形成的 在这整个学园里面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 让大家可以看到 孩子们除了在学校的读书课业的表现方面 那还有带来他的一个品格教育之外 也有一些不同的面向去呈现 那让大家可以看到孩子们活泼的一面 那其实这个一个社团连展的活动里面 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第二专长 那其实都可以协助他 开启他未来的鞋康人生 本次连展从大学到小学的学生们齐聚一堂 彼此互相观摩交流 可以在课业以外能够找到自己的第二专长 透过连展让更多人看见 南视角地区的孩子们充满了才华洋溢的表演 记者也跟记忆新闻才能报导